今日,中国内蒙古津津县罕见机关 50亿立方黄河水引入沙漠 突然出现大面积冰河 水未暴涨 那沙漠中的水源究竟是来自于哪里呢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说起沙漠 可能我们首先想到的词语就是黄沙漫天和荒芜人烟 这也是因为沙漠大多都是沙制荒漠化的地方 通常是封城地貌 主要为沙滩或者沙丘 有时候还会露出底下的岩石 沙漠干旱少雨 昼夜温差极大 加之沙漠区域泥土非常少见 多是被沙覆盖 故此植物也显少 由于沙漠向来环境勒劣 生态尤其脆弱 生存条件也非常极端 因此这些地方很少有人居住 然而不受人欢迎喜爱的沙漠 却足足占据了地球陆地面积的20% 甚至每年还在不断扩大 剩下陆地的43%面积 也随时面对着沙漠化的危险 通常来说 我们认为沙漠常年缺少降水 水资源极度匮乏 导致植物稀疏 生态资源极其稀少 如今大量的国家都面临着国土内沙漠 以及土地荒漠化的情况 并且都在植守治理 然而说起沙漠治理 最突出的必然要属我国 作为土地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我国从新中国成立以来 就在投入与荒漠化的战斗 甚至让距离北京最近的天末 由原本的1300亩沙土 减少到了200亩 周围10万多亩的荒地 都被种上了茂密的树林 根据新华社的相关报道显示 在2023年1月 我国位于内蒙古地区的库布奇沙漠腹地 出现了大面积的冰河 原本的漫漫黄沙被凝结的水流盖住了大半 甚至互相形成了绿水与黄沙的条文景观 看起来非常令人震撼 要知道这可是沙漠地区 是与水稀少 水资源短缺的缺水地带 这些向来是导致土地荒芜沙化 少有植被的主要原因 可是在报道中 我们显然能发现 库布奇沙漠中的水并非是少量的 而是沙漠发大水 一些绿色的植被冒出了头 为库布奇沙漠增添了希望 众所周知 想要让水在沙漠中留存下来是非常困难的 但在当时新华社的报道图片中 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水量十分充足 甚至有一些绿色的植被 在这些水的滋养下 已经生长得十分旺盛 有相关数据显示 仅在2016年 已经形成了14万平方千米的绿化带 树木的存活率高达90% 那么这些结冰的水 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事实上 库布奇沙漠的这些大量冰河 不是来自于降水 也不是来自地下水 更不是冰川溶雪 而是来自黄河 换句话说 诗人为引入进入沙漠腹地的黄河水 之所以我们要将50亿立方黄河水引进 库布奇沙漠 除了有缓解库布奇沙漠的荒漠化 为沙漠治理做出贡献 解决沙漠缺水困境的原因 还有一个目的 其实也是为了减轻防止黄河灵迅的巨大压力 灵迅在我国时有出现 通常发生在冬季的风河期 以及春季的开河期 这是因为河流风动时期 通常是河流下断先冻结 然而解冻时却又是上游先解冻 导致水流被拦截 河槽蓄水量不断增加 水位持续增高 一般而言 灵迅的出现与河流所处的地理位置 以及其河道的形态有很大关系 其中黄河的灵迅现象非常常见 并且频次和规模都远远高于我国其他的河流 主要是冰零涌色导致的灵迅 黄河领域南北相距10个维度 东西横跨23个精度 低域的平均温度都在零摄氏度以下 因此很多河段都会出现冻结封河 库布奇沙漠位于从兰州到内蒙古的黄河河段 我们都知道黄河大体是呈现出挤的形态 刚好这一段就属于是低纬度流向高温度的河段 即西南流向东北 内蒙古河段冬季非常寒冷 并且由于其位于黄河的最北段 冬季还非常漫长 一月份的平均气温在零下10摄氏度到零下12摄氏度之间 最低温度甚至达到了零下34摄氏度 内蒙古河段与上游兰州河段的纬度差了大概有4度左右 这意味着上下游的温度相差是较为明显的 可以说是上游暖下游寒导致内蒙古河段冬季的风冻期 以及结冰流林要比兰州河段提前一个多月 自下游到上游而风河 冰盖也是下游更加厚 同时到了春季开河期 由于气温北方更加严寒 内蒙古河段也比兰州河段持上大概一个月 结冬是从上游开始的 也因此在冬季风河期因为下游较早的冻结 使得上游的部分过水断面再次堵塞 导致河段水位上升 河道储存了过多的水量 到了春季 兰州上游河段率先解冻 水流裹挟着大量的破碎冰块流向下游的内蒙古河段 致使冰与水互相组结 不断扩大灵魂 造成下游河段水位暴涨 难以抵挡 为了解决灵迅带来的危害 我国从1949年建国以来就在努力防灵 早期我们认为灵迅主要是由于河段冻结的 冰灵导致的 故此我国一开始是通过破冰的方式来缓解灵迅的压力 比如炸药破冰 破冰船等等 这需要较为合适的破冰时机 过早过晚都会导致失败 后来我们意识到了 水流才是灵迅的关键原因 因此我国又在相关河道修建了水库 用来调节水流 蓝蓄冰水等 阻拦灵迅的产生 事实上 内蒙古河段灵迅灾害曾十分严重 虽然国家在上游建立了刘家侠水库与龙阳侠水库 但是由于兰州到内蒙古的黄后河道淤基 湾曲等现象不断加剧 下游灵迅虽然得到了明显改善 却依然具有局限性 自刘家侠水库建成以来 一直到36年以后 内蒙古下游河段仍然有14年曾发生灵迅 这其实是因为刘家侠水库的调节 库容还是比较小 有效库容仅仅只有41代5亿立方米 远远不够对内蒙古下游的防迅库容所需 并且刘家侠水库距离内蒙古河段较远 大概1000多公里 很难及时调度下游的灵迅情况 再加上它无法控制春季宁夏河段的蓄水集中释放 因此无法消除内蒙古灵迅的发生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2020年 德尔多斯市航景期转换了思路 不再用上游来缓解灵迅 反而提出了引灵入沙的思路 这样既能减少黄河河段过量的灵迅水 避免对周边环境造成威胁 也能给缺水的库布奇沙漠带来极缺的水源 在2021年内蒙古黄河灵迅期间 相关人员第一次实现了江河道的灵水 引入库布奇沙漠腹地 将水害成功转为了水利 该地区水利相关的负责人陈彦表示 引灵入沙项目会在库布奇沙漠低洼地形成水面 从而改善沙漠恶劣的环境 从而达到治理沙漠和防灵的双赢局面 自引灵入沙开始直到如今 内蒙古杭锦齐政府甚至筹集了超过4000万元的资金用予以灵入沙 建立了一座分零饮水渣 以及长达38.5千米的饮水渠 和仍在不断延长修建的生态为低 一直到202年1月为止 杭锦齐以灵入沙项目一共引入了2亿多立方米的水资源 进入库布奇沙漠 使得原本干枯荒芜的沙漠腹地形成了100平方千米左右的湿地环境 其中甚至已经有20多种植物在此生长繁衍 更有十几种水鸟生活在这里 当然 这对于居住在库布奇沙漠附近的民众来说也是极大的好事 一位牧民就表示 自己在沙漠腹地原本荒漠般的牧场已经生出了青草 甚至还有一些低洼的区域还变成了小型湖泊 它本来最多只能养20头牛 如今都能同时养600头牛了 这在以前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除此意外 还有民众们在库布奇沙漠附得养起了荷花 螃蟹 小龙虾等等 这片原本带给人们一种地狱般绝望生态的沙漠 在人类引入水流 以及大力治理下 生态环境变得越来越好 这也许是地方向人类回报了最好的礼物 库布奇沙漠干喊问题的解决 对我国环境的改善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同时还解决了黄河灵讯带来的灾害 可谓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除了引凝入沙之外 库布奇沙漠还积极治理流动沙丘 在沙漠边缘地带植树造林 确保沙漠面积不再增加 将沙漠牢牢束缚在防护林之中 这些年来 库布奇沙漠治理效果显著 沙漠治理面积达6000多平方公里 绿化面积达3200多平方公里 实现了由沙逼人退到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